西尼塔建设于澳大利亚市中心 位于澳大利亚悉尼CBD海德公园 和维多利亚女王大厦之间的马基特街上 始建于1968年 高305米 是澳大利亚最高的建筑 也是南半球最高的参观平台 计划建设为购物中心 直到1981年才全部完成 并在当年向大众开放 西尼塔和西尼歌迹院 西尼海港大桥 并称为西尼三大地标性建筑 楼下灯塔前需要穿过购物中心 坐电梯登上塔顶 塔楼是360度透明玻璃的瞭望层 并有很粗的铁栏保护 瞭望层为游客准备了高背望远镜 借助它可以把周围70公里内的景物 尽收眼底 瓶窗眺望 俯瞰整个悉尼市 近处是大片大片的楼房 无边无际的绿地 银带班的高速公路 连绵似流水的汽车 远处则是南边边际的碧海蓝天 海湾里进进出出的巨轮和帆船 悉尼歌区院和海港大桥 大教堂 以及旁边的海德公园 尽收眼底 我站在花旗银行澳洲总部 与它来一个亲密接触 远处军港停靠的站舰清晰可见 这里港口水深是50米 可以停靠大型航空母舰 每年美国都会把航空母舰 停靠在这里进行修整 瞭望层还设有多屏幕的电视装置 这里播放着电视录像 介绍悉尼塔的建造过程 和悉尼市的开发室 去了一趟洗手间 我发现 在澳洲 但凡我观察到的公共卫生间 都有一个共同之处 其中专门有一间 是提供残疾人和母婴幼儿使用的 顶层提供塔外天空漫步的空中走廊 天空漫步是澳大利亚最高的户外景观探险活动 来到悉尼塔 绝对不能错过 游客穿戴好安全保护装置后 登上悉尼塔外园的玻璃底观景台 站在260米高的地方 鸟看悉尼 我是财君 我陪你一起旅行在远方 距离 爹 字幕志愿者 杨栋